大家好,欢迎观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许多外来物种的入侵都会对当地环境影响很大 它们可能会肆无忌惮地破坏当地的生物链 又或者是无天敌的情况下导致大量繁殖 就像青道夫这种鱼类就是属于无天敌的入侵物种 这种鱼在我国的南方早已泛滥成灾 它们生命力的顽强加上无天敌 适应性又强,可以说是吃什么都能生存 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是一种让人头疼的鱼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生物链 找出它的天敌来控制它的数量 但是这家伙的天敌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就拿鲁茨来说,它是我们口中的鱼鹰 它们可是非常擅长捕食各种鱼类的 无论是什么鱼,捕捉到都是一口吞下的 但是它们却拿青道夫没什么办法 由于青道夫很硬,几乎鱼鹰都是送不进嘴里 青道夫的原产地是南美洲 但是在南美洲,青道夫并没有泛滥 因为在南美洲有着水塔 它又被称为南美洲的水中霸主 哪怕是鳄鱼,水塔都会想着捕食它们 它们的咬合能力非常强 会把青道夫当零食来吃 青道夫看到水塔都得绕着走 在我国,想要用水塔来治理青道夫 不是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我国的水塔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想要靠它来治理青道夫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